大家好,我是默默妈妈 很多朋友在煮大虾的时候都是直接加水煮 直接加水煮就错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煮大虾的小技巧 保证这样煮出来的虾肉鲜嫩入味,不鲜也不柴 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往大虾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倒入清水,没过大虾 然后下手抓洗一下,将大虾清洗干净 大虾我们一定要选用这种新鲜的 要不然会影响它的口感 加入食盐来清洗,可以将大虾表面的脏东西清洗干净 而且还可以消毒杀菌 洗好之后,控水捞出来,放入大碗中 再次往大虾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 尽量多给它清洗几遍 这样大虾吃起来也会更加的放心 清洗干净后,控水捞出来,放入大碗中 下面我们就来处理一下这个大虾 首先找一把厨房剪刀,先把虾脚虾须剪下来 再把虾枪也剪下来 虾枪剪掉之后,有一个凸起的沙包 这里有重金属残留,也要把它清理出来 接下来就是处理虾线了 准备一个牙签,在虾的第二个关节处把虾线轻轻扯出来 看不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 用剪刀先把虾线和虾须剪掉 再剪去虾枪 然后把这个虾位和虾肠连接的地方取出来 接着再用牙签把虾线挑出来 全部处理好之后,放入大碗中 然后往大虾里面加入多一些清水 接着下手把大虾清洗一下 把大虾表面残留的虾脚和脏东西清洗掉 洗好之后,控水捞出来,放入大碗中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些食用油 接着用筷子搅拌均匀 让每一只大虾都能均匀地裹上一层食用油 加入食用油,可以锁住虾肉中的水分 而且还可以防止营养流失 搅拌均匀后,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接下来准备一把小葱,先对半切开 然后再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接下来准备一口锅,不用放油 然后把切好的生姜均匀地摆入锅中 上面再撒上一层小葱段 然后把大虾倒进来 接着再用筷子整理一下,把大虾整理平整 整理好之后,再往里面倒入一瓶八二年的啤酒 这里切记不要加水 加入啤酒不仅能去腥,还能使煮出来的虾肉更鲜嫩 然后盖上盖子煮五分钟 趁这个时间,准备一些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下面再准备一些小米椒,切去辣椒把不要 然后再改刀切成小米椒圈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生姜,先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接下来再准备几瓣大蒜,先切成薄片 然后再剁一剁,剁成这种细蒜末 剁好之后,放入碗中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白芝麻备用 现在我们的大虾也煮好了,然后打开盖子 我们在煮这个大虾的时候,切记不要煮得太久 要不然虾肉就老了,那样就不好吃了 接着用筷子把大虾一个一个夹出来 然后均匀地摆入盘中 朋友们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麻烦大家帮忙给我点个小赞吧 你的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 摆好之后,先放一边备用 接下来我们把刚烧开的热油浇在食材上激发出香味 开始调味,往里面加入两勺生抽 再加入两勺香醋 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一勺白糖提鲜 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 把所有的调料搅拌至融合在一起 搅匀后 先放一边备用 接着往摆好的大虾里 放上一个小碟子 然后把调好的料汁加进来 就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白酌大虾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大虾 虾肉非常的鲜嫩 吃起来不腥也不柴 再搭配上我们调好的蘸料 吃起来真的太香了 好了 有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